春临大地万象更新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张灯结彩春意融融 上午时时在荒快的乐曲声中 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主持团拜会 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我们欢聚一堂共赢新春 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 向全国各族人民 向广大工人 农民 知识分子和干部 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 向地震灾区干部群众 和各地援建人员 向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各人民团体成员和各界人士 表示诚挚的慰问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 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 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致以良好的祝愿 想关心和支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友人 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大家新春愉快 身体健康 合家幸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在团拜会上讲话 他说 刚刚过去的一年 是极不寻常 极不平凡的一年 我们全面夺取抗击特大自然灾害的重大胜利 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和藏奥会 圆满完成神州七号载人航天飞行 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和社会和谐稳定 这一切充分证明 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伟大的中国人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必将越走越宽广 温家宝指出 新的一年 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 综观国际国内形势 挑战与机遇并存 我们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特别是消费需求 着力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转变发展方式 着力深化改革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着力保障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和生态文明建设 我们完全有信心 有能力 克服各种困难 实现新的发展 温家宝强调 民为邦本 本物邦宁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要把促进经济发展 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 集中力量 办一些关系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大事实事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让人民群众生活的更有信心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绝不让一个孩子 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 努力实现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 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 尽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住房问题 满足多层次的住房需求 扎实做好灾后重建工作 把灾区建设的更美好 让灾区人民过上安康的生活 只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让人民共同创造 共同享有 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加兴旺发达 温家宝最后说 让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 齐心协力 共课时间 继续谱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继续谱写改革开放 继续谱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继续谱写改革开放 刘云山 刘延东 李元朝 张德江 徐才厚 郭伯雄 何勇 令计划等出席了团拜会 参加团拜会的还有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的负责同志 离退休老同志代表 各民主党派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无党派人士和少数民族代表 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首都各界代表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的负责人 各位